我叫林大福,就在刚刚我老婆王小丽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好好照顾她闺蜜,好,好,老婆大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闺蜜的,你就好好养好身体,照顾好孩子,等我把这里的工作处理完我就回来看你还有孩子。 我答应道,就在前不久,我已经升级当爸爸了,可是我还在外面出差,刚好,我老婆的闺蜜也要来这里,我老婆心疼闺蜜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出差,就让她和我一起住,公司给安排的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原本和我随行的还有一位,不过因为工作调换她去了别的地方出差。 这间屋子里面,只空出了一个房间,晚上的时候,老婆的闺蜜来了,我看着拖着行李箱进门的女人,身材高挑,前突后撬游骑士胸前的波涛汹涌,更是比我老婆足足大上一个号,作为一个男人我还是忍不住偷瞄两眼,心里面默默感叹,真大,老婆闺蜜看到我很有礼貌的问号,姐夫好,好。 老婆闺蜜像如梦我以前也是见过几次的,不得不承认,我老婆虽然也长得不错,不过和像如梦比起里还是差的一点,像如梦的身材是男人最喜欢的那款。 微胖,胸前丰满,让人看了欲罢不能,那双黑丝包裹住的大长腿更是具有肉感,黑色的高跟鞋以及妩媚性感的妆容,再加上波浪卷给整个人增添了几分成熟性感。 我想起我老婆说的话,要好好照顾她的闺蜜,作为一个好老公,我当然要做到,我笑着帮像如梦借过她手里面的行李,像如梦当然也没有扭扭捏捏,很是爽朗的把手里面的行李箱递给了我,抓行李箱的时候,我不小心摸了像如梦的手,像如梦顿时像一只受惊的猫一样,把手缩了回去。 刚才柔软的触感,还在我手指上萦绕,尤其是看到像如梦刚才的反应,再加上脸上羞红的小表情,我顿时心里面觉得有了感觉,我帮像如梦把她的行李箱放到了房间里面,像如梦脸蛋还是羞红的,整个人娇娇滴滴地谢道,谢谢,姐夫了,我摇了摇头,没事的,老婆大人吩咐的, 姐夫可真爱嫂子,像如梦笑着说道,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了,就当我回到客厅里面,坐到沙发上的时候,刚打开电视,厕所里面就响起了稀稀利利的水声。 不言而喻,是像如梦在洗澡,整个房子里面只有一个洗澡间,磨砂制的门,我可以看到门内晃动的人影。 窈窕风满,我咽了咽口水,只觉得今天格外的口干舌燥,我断起茶几上面的凉水,喝了两三口,却发现根本不顶用,我心中有一股浴火在燃烧,我在外面出差,已经三个月了,我老婆又怀孕了,这么久,我整整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发泄自己的欲望,尤其是刚才,见了像如梦我心中的欲望之火在燃烧, 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门上晃动的影子,通过门上晃动的影子,都可以看出女人身材丰满,身材高挑,稀稀利利利的水声,更是让我难以忍受,像是小猫在心口抓痒痒。 我又喝了几口凉水下肚,我强忍着心底的欲望,让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视的屏幕,不过耳朵里传来的水声,让我整个人都绷紧了身体,可是下一秒,厕所里面就传来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姐夫,能不能进来一下,听到像如梦的声音,我强忍住心底的欲望,努力控制住自己。 怎么了?我问道,像如梦听了我的话,久久没有穿来话,就在我以为像如梦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像如梦又突然开口说道, 姐夫,我忘记拿衣服进来了,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 听到这话,我身子瞬间僵硬了几分,不过,强装淡定,好,你等着,我自己去帮你拿。 我来到像如梦的卧室,打开房间,就看到像如梦早已经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在了床上,想来应该是忘记带进浴室了。 我拿起床上的衣服,看着内衣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点点小吃惊,不得不在心里面第二次感叹, 真打,就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我摇了摇头,甩掉心中的邪念,拿着衣服打开了浴室的门, 打开浴室门的一瞬间,我就看到了像如梦蜷缩在角落,全身上下只有一条毛巾。 虽然我只是浅浅地扫了一眼,不过我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那胸前的丰满, 以及白嫩的皮肤,尤其是那水盈盈的眼睛看着我, 我心里面都忍不住酥麻了,我把衣服递给了像如梦,像如梦起身接过, 就在这时候,毛巾却不小心从像如梦身上滑了下来, 啊,像如梦发出尖叫,像如梦虽然赶紧用手遮挡住, 不过也无济于事,像如梦整个人完完全全在我面前展示, 我扫过两眼,连忙走出浴室, 不过,刚才看到的画面依旧在我脑海里面印象深刻。 像如梦身材不是一般的好。 火辣辣的身材,比起我老婆原先的还行到后面的发福, 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忍不住见了咽口水, 刚才色香味俱全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面一遍又一遍的循环播放, 搞得我浴火难耐,我强制着自己冷静下来, 却发现我脑子里面都是像如梦, 这时候,我打开手机就看到我老婆发来微信, 老公,闺蜜来了没有。 嗯,那你可要还好招待和照顾人家, 如果让我知道你让人家受委屈了, 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好好,老婆大人,我都答应你,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你就别担心,我刚和老婆聊完, 像如梦就走了出来, 像如梦看到,我可能是想到刚才的事情, 瞬间羞红了脸蛋淘一般都回到了卧室, 这让我忍不住摇了摇头, 不愧是小姑娘就是害羞, 就在我以为像如梦不会再出来的时候, 像如梦却拿着瑜伽垫子出来了, 身上穿的是紧身瑜伽服, 更能彰显出她优越的身材, 笔直具有肉感的大长腿和胸前的波涛汹涌, 构成了一个绝美的画面, 看了那么一眼, 我死去的欲望又重新燃烧起来了, 像如梦并没有看出我的一样。 整个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姐夫,我每天都有练习瑜伽的习惯, 不过卧室的空间太小了, 我不方便,客厅位置比较大, 我会不会影响到你, 听到这话,我摇了摇头, 你尽管练,别管我, 像如梦听了我这话, 才舒了一口气, 然后放下了瑜伽垫, 整个人盘腿坐了下来, 挺拔身子, 紧身的瑜伽幅更能勾勒出像如梦柔美的线条, 显得臀部更加Q弹, 整个人看上去又更加丰满, 尤其是那些动作, 更是让人轻筋膨胀, 热血澎湃, 我强忍着自己看电视, 但是余光就是忍不住扫尸像如梦。 像如梦的拉伸时, 笔直修长的腿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绷得笔直,完美的肌肉线条, 同时弯下腰去挺翘的臀部, 暴露在空气, 胸前的丰满更是藏不住, 我这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像如梦胸前被撑得快要挤破衣服, 这让我顿时起了胜利反应, 我咽了咽口水, 可是怎么能够缓解心中燃烧的浓浓浴火, 就在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 像如梦突然开口说道, 姐夫, 可以帮我压一下腰吗? 听到这话, 我身体立刻僵硬了几分, 原本想要拒绝的, 不过身体欲望却让我答应了下来, 尤其是像如梦那双水盈盈的眼睛看着我, 我心中忍不住动摇, 老婆不是说了吗? 要好好照顾闺蜜的, 帮闺蜜忙, 这不也是, 我在心里面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自己, 我绝对没有任何的私人欲望, 我走了过去, 像如梦站在我身旁, 我按照像如梦的指挥往下帮她按着腰, 我双手紧紧地贴合着像如梦的腰部, 像如梦的腰又柔又软, 细腻柔软的感觉在我手里, 明明还隔着一层瑜伽服, 我却得感受到像如梦的体温, 我心中的浴火燃烧得更加猛烈些了, 因为下腰的缘故, 胸前的波涛汹涌, 更加猛烈地突出, 完全是要撑破衣服的架势, 尤其是露出来的雪白, 让人遐想连篇, 我忍不住多瞄了两眼, 真的是一个游物, 像如梦丝毫不知道我所想, 小心翼翼地问道, 姐夫, 你用力一点, 听到这话, 我连忙答道, 好, 然后手上力气大了几分, 我能够感觉到像如梦的身体温热的触感, 隔着一件单薄瑜伽服向我传递, 那细腻光滑的触感, 让我口干舌燥, 过了一会, 像如梦起身朝我感谢, 我好了, 谢谢, 姐夫, 我恋恋不舍地收回了自己的手, 心里面却更加饥渴难耐,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我看着面前的像如梦, 她是我老婆的闺蜜, 我可不能起歪心思, 想到这里, 我来到卫生间, 洗了一个冷水脸, 让我自己冷静几分, 回到客厅的时候, 像如梦已经回到了她卧室, 我看着她卧室的门, 我心里面莫名其妙地有一股失落感,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发现桌子上面有一份丰盛的早餐, 我顿时瞪大了狗眼, 自从我出来出差, 因为我做不来饭的缘故, 平日里面都是点的外卖, 所以说, 早上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营养且丰盛的早餐了, 看着桌子上面的早餐, 就在我出神的片刻向如梦走了出来, 姐夫,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随便准备了点, 姐夫别嫌弃, 怎么可能你做得这么丰盛, 向如梦听了我的话, 发出了娇滴滴的笑声, 调皮的问道, 那么, 姐夫是嫂子做得好, 还是我做得好, 听到这话,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如梦, 面前的向如梦上面, 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小湘峰, 下身搭配着紧身牛仔裤, 这样显得更加精致, 多了几分年轻女性的朝气蓬勃, 尤其是紧身牛仔裤穿在向如梦身, 更能凸显出她优越的身材比例, 我忍不住多瞄了两眼, 说实在我老婆王小丽, 平日里面也被我捧在手心里, 下厨房的时候也少之又少, 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外卖解决, 比起像如梦这丰盛的早餐, 王小丽肯定是比不上的, 不过王小丽是我老婆这种问题, 让我进退两难, 王小丽想来应该也是, 看出了我的窘迫, 笑了笑, 姐夫,我逗你玩呢, 就算小丽厨艺不好, 还不是有你这个 把她捧在手心里面的老公吗, 我也尴尬地笑了笑, 如梦, 你这么优秀以后, 老公恐怕也比我优秀多了, 到时候把你捧在手心里面, 到时候像如梦听了我这话, 可能是害羞, 面上一片潮红, 语气扭扭捏捏地说道, 我以后想找姐夫这样子的男人, 我听到像如梦这话, 不知道他一有所指, 还是怎么的, 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 不过, 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时间不早了, 匆匆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 外面已经熙熙丽丽地下起了雨, 我心中不免地有些担心像如梦了, 像如梦一个女孩子家家在外面, 现在外面天都黑了, 还下着雨多危险, 我心里面不免得有些着急, 我打开窗户, 见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仍然不见像如梦回来, 我心里面更加着急难耐, 我给像如梦打了电话过去, 却发现手机已经关机了, 这让我心里面更加的慌, 最后还是咬了咬牙, 下了楼, 我想起老婆说过像如梦工作的地方, 我沿着碧京路线走, 到了像如梦工作的地方问了门卫, 像如梦早已经离开, 我心里面的不安更加的重, 就在我打算原路返回的时候, 经过一个黑漆漆的老胡同的时候, 我却意外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救命,救命, 声音很微弱, 尤其是在雨水的冲刷下, 更是微乎其微, 我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这声音有点像像如梦, 我靠近老胡同隐约当中, 还听到男人粗犷的声音, 美女, 你给老子叫啊, 你叫大声一点啊, 都没人来救你, 你今晚就好好的从了我吧, 说完这话, 男人还爆发出一阵狂笑, 果然, 下一秒就响起了女人的求饶声, 求求你, 放过我, 我的眉头狠狠地皱在一起, 现在我能够完全地辨认出, 这个女人就是像如梦。 我咬了咬牙, 冲了进来, 一进来, 我就看到像如梦蜷缩在角落, 头发凌乱, 身上的衣服更是已经不遮梯了, 男人狠狠地扑向像如梦, 像一条疯狗一样, 在像如梦身上撕咬, 我摇了摇头, 拿起地上的石头, 狠狠地砸在了男人的头上, 瞬间鲜血流了下来, 像如梦看到来者是我, 瞬间柔柔弱弱地扑倒了我的怀里面, 整个人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姐夫, 救救我, 我看着怀里面的像如梦小鸟依人哭得梨花待雨, 我心里面有几分的酸楚, 用手揉了揉像如梦的头, 男人看到, 我只是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想来应该也是怕事情闹大了, 毕竟, 这是闹到警察局里面, 他可不占理, 我顶多是见义勇为, 赔个几百块钱, 而他就是橘子在招手, 他也只能自认为倒霉地离开了这里, 像如梦见男人离开了, 顿时身子骨都软了下来, 软软地趴在我身上, 我也没有多说话, 作为一个男人, 我也能理解, 毕竟差点被侵犯, 心里在强大, 现在恐怕也不好受, 我抱着像如梦回到了家里面, 像如梦身子与我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胸前的波涛汹涌, 紧紧地贴合着我的胸膛, Q弹的臀部更是与我的下身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而且有意无意的摩擦, 更让我欲望燃烧, 尤其是像如梦现在一不遮体, 我虽然不是有意要看, 但还是一览无遗, 借着朦胧的光我能够清晰地看见, 像如梦迷人的曲线已经若无若有的轮廓, 这让我心底有一股无名之火在燃烧, 像如梦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悄悄地都附在我的耳旁说道, 谢谢, 姐夫, 要不是姐夫的话, 我今天可能说到这里, 像如梦眼里含着泪水, 整个人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那么一瞬间, 我的大男子主意得到了膨胀, 海里的女人含苞欲放, 更是哭得梨花待雨, 是个男人都忍不住积起保护欲, 我更是, 我强压住自己心里面的欲望, 只是点了点头, 一路走来,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忍得到底有多难受, 我现在只想回到家冲个凉水澡, 平息我的欲望, 经过漫长的时间, 我终于带向如梦回到了家里面, 向如梦从我身上下来的时候, 满脸羞红, 谢谢, 姐夫, 没事, 应该的, 你快去洗个热水澡, 换一套衣服, 不要感冒了。 好, 向如梦害羞地点了点头, 想来也应该意识到, 自己现在衣不遮体, 扭扭捏捏地去浴室里面洗了个澡, 我在浴室外面同样饥渴难耐, 我今日比起平日更加的难以忍受, 我强迫自己灌了几口凉水下渡, 依旧得不到缓解, 直到向如梦推开浴室的门走了出来, 我眼神不自觉地瞟了过去, 面前的向如梦, 因为刚洗过澡的原因面色红润, 身上穿着一件吊带睡衣, 完美地勾勒出火辣的身材, 看到我向她投来视线, 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 我有些惊讶像如梦身上的吊带, 有些眼熟。 这不是我买给我老婆的吗? 这可是我专门在网上仔细挑选的睡衣, 想来和老婆调调情趣, 但是买回来没有想到老婆已经怀有身孕了, 这些睡衣也只能被当作压箱底了, 如今, 我看到了这件睡衣, 我眼睛都忍不住看直了, 我自己选择的睡衣, 当然是满足我自己的兴趣向, 我老婆虽然身材也还不错, 但是和向如梦自然是没有可比性, 这件睡衣如今被向如梦穿在身上, 那简直了若隐若现, 模模糊糊, 我下身立刻膨胀起来, 向如梦似乎也看出来我对她身上只见睡衣的好奇。 连忙解释说道, 姐夫, 这是嫂子送我的, 她说她现在生了孩子, 身材也走样了, 这睡衣放在那里, 也可惜就给了我, 姐夫你不会介意吧? 我连忙摇了摇头, 小丽送给你了, 这睡衣就是你的了, 向如梦点了点头, 然后回了卧室, 我看了一会电视, 见向如梦迟迟没有再出来, 恐怕因为今天受了惊吓的缘故, 瑜伽也不打算练了, 我又看了一会电视, 然后回到了卧室, 正准备休息, 卧室门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然后就是像如梦那焦滴滴的声音, 姐夫, 我有时想要打扰你, 我开了门, 看着门口的向如梦正满脸焦羞地看着我, 姐夫, 外面在下雨, 刚才还打雷了, 我害怕, 我不敢一个人睡, 你能不能陪我? 向如梦越说声音越小, 恐怕自己都有一些不好意思了, 我倒是听出了向如梦话里面的意思, 这不就是要跟我睡觉的意思吗? 我看了一眼面前的向如梦正打算拒绝, 就对上了向如梦那双水盈盈的眼睛, 向如梦似乎也看出来了我的不愿意, 有些委屈的开口, 没事, 不可以的话也算了。 听到这话, 我眉头狠狠地皱在了一起, 我承认我忍不住拒绝向如梦, 我按照我心里面的想法点了点头, 向如梦见子, 顿时破涕而笑, 谢谢。 姐夫, 姐夫你人真好, 我没有多说话, 向如梦躺在我的旁边, 说实话, 我心痒痒的, 一个角色大美女睡在我旁边, 尤其是这身材还火辣了, 身上穿得更是激起男人的欲望, 最主要的是, 我都当了一年多的和尚了, 早就想开开婚, 我身下的小兄弟, 也是不合时宜地开始膨胀, 这搞得我心里面饥渴难耐, 就在, 我以为我今天晚上就要这么憋过去的时候, 突然, 外面的雨下得更加大了, 而且天空不作美, 突然一道闪电, 划开了黑色的夜幕, 几道雷更是落了下来, 这时候我旁边突然响起一道尖叫声, 吓一秒, 我只觉得我怀里面钻进了一个柔柔软软, 而且还散发着香味的玩意,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低下头才发现, 我才发现, 不知道何时像如梦已经转进了我的怀里面, 整个人像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 整个人缩成一团, 缩在我的怀里面, 那张精致的小脸是更是一脸的恐惧与不安, 瞬间, 我的大男子主义就来了, 向如梦小声地说道, 姐夫, 我怕, 我看着怀里面的女人, 我瞬间心疼得不要不要的, 忍不住轻声开口说道, 别怕, 我在这里, 向如梦听了我的话, 顿时心安不少, 不过, 下一秒我就觉得, 身体突然传来酥酥麻麻的感觉, 我低下头,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只看见, 像如梦那双小手正摩擦着我的小兄弟, 我身体变得僵硬, 像如梦看到我一脸无辜的开口, 我看你憋得挺难受的, 想要帮你放松一下子的, 听到像如梦这话, 我心里不太好受, 尤其是对上像如梦那双清澈无辜的双眼, 顿时我心里面更加的内疚, 不过, 像如梦依旧尽心尽力地替我放松, 那双小手更是伸进了我的短袖里面, 有意无意的摩擦, 让我心里面酥酥痒痒的, 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食, 让我百般不适滋味, 就在这时候, 像如梦突然开口说道, 姐夫, 是我好看还是嫂子好看, 听到这话, 我身体一僵, 说实话, 像如梦比王小丽好看许多, 如今, 老婆又不在身旁, 我自然是顺着像如梦的说道, 你好看些, 像如梦听了我这话, 心情不错, 语气娇滴滴, 带着几分的暧昧, 那么姐夫为什么, 不让我服侍你呢? 如梦仰慕姐夫许久了, 一直想要和姐夫深入交流一下, 不知道姐夫能不能满足人家这个要求, 我听了像如梦的话, 我顿时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我毕竟是有家事的人, 我刚想要拒绝, 却发现像如梦那双不安分的小手, 已经往我衣服里面深入, 语气一如既往的交滴滴, 姐夫, 不要拒绝人家好不好, 姐夫你明明都快忍不住了, 别拒绝了, 嫂子也不在, 没人会知道的听到像如梦的话。 我承认我的确有些心动了, 但是我谨慎的理智依旧让我摇摆不定, 就在我刚想要开口拒绝的时候, 像如梦已经贴上我的唇, 瞬间新大路被打开了, 我整个人的身子瞬间软了下来, 像如梦见此更加主动, 我谨慎的理智也被欲望磨平, 我最后也狠狠地发泄我这一年多来被压制的欲望, 这一夜, 我们两个都很疯狂, 王小丽的技术和像如梦比起来, 就是小屋见大屋, 像如梦能够完完全全地拿捏住我的性体, 我不得不承认像如梦就是一个天生的游物, 我轻轻松松就被他拿捏住了,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 我和像如梦都不需要上班, 我们两个都放开肚皮丸了, 尤其是我想到老婆也不会知道, 这难得一遇的艳遇我, 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像如梦对角色扮演更是玩得花, 这丰富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我心中不得不再次感叹像如梦这个游物, 这一个月来我和像如梦天天腻歪在一起, 我看着面前的像如梦扭着腰肢, 紧身包臀裙, 展露出修长笔直, 被黑色包裹住的大长腿, 像如梦媚眼如丝, 有意无意地挑逗着, 这让我坐在沙发上的我, 瞬间口干舌燥, 冲了过去, 把像如梦抱到怀里面, 像如梦见此, 也是极为主动地吻上了我的唇, 就算有了这一跃的摸爬滚打我, 还是有些像个愣头青, 轻轻松松地就被像如梦指挥把控着, 就在我兴致最浓的时候, 像如梦却推开了我, 这搞得我一脸猛逼, 百思不得其解, 像如梦倒是脸上带着妩媚的笑容, 细长白嫩的手指在我的胸膛比划着, 语气一如既往的娇滴滴的, 姐夫,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听到这话, 我整个一愣, 这几天, 像如梦玩得都挺刺激, 就在我想象如梦又想玩什么新把戏的时候, 不知道何时像如梦嘴角挂着一抹笑容, 右手拿着手机, 而且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手机屏幕里面正在显示着视频通话, 看到视频通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心里隐隐约约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带我看清视频通话的人是谁, 我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视频通话的人是我老婆王小丽, 我脸色煞白, 想要去问像如梦这是想要干什么, 不过我还是努力强装镇定, 因为我意外地发现老婆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已经和像如梦在一起鬼混, 这倒是让我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视频里面的老婆正一脸关切地向像如梦问道, 如梦在大夫这里待的习惯吗? 大夫有没有好好照顾你, 像如梦听到这话, 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地用手整理了一下衣领, 恰好露出了脖子上面的红痕, 姐姐, 你别担心我, 姐夫对我可好了, 不信你问姐夫, 我老婆应该也是看到了像如梦脖子上面的红痕, 语气很是关切, 你脖子怎么回事, 如梦, 像如梦笑着说道, 姐姐, 蚊子叮得太痒了, 我饶了饶就成这样了, 我老婆听到这话, 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就问我, 林大夫, 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好好照顾如梦, 我没有说话, 因为在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 像如梦那双修长的大长腿紧紧地缠绕着我的腿, 白嫩的小脚丫更是在我腿上游走, 只让我整个人都忍不住绷起一根弦, 我现在全身上下像有无数的蚂蚁在啃食一样, 扫养难耐, 我现在也不能去管相如梦, 这摄像头正对着我的脸, 我一动都不敢动, 我强忍住语气中的颤抖, 努力平复情绪, 老婆, 你还不相信你老公的人品吗? 这段时间, 我可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如梦。 老婆听了我这话, 白了我一眼, 既然你又好好照顾如梦, 你说话紧张啥, 听到这话, 我语气顿时变得急促, 连忙解释, 哪有老婆, 我只是太想你了, 所以说语气有点紧张, 这时候, 视频通话里面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老婆看了我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挂电话之前, 嘱托了我几句, 那好, 小孩饿了, 我先去喂孩子了, 你们两个也早点休息, 收不早了, 见老婆终于挂掉了电话,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过看到旁边的向如梦眼里含着笑, 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我就气不打一出, 我真不明白面前的女人, 今天晚上是抽了什么风, 居然敢给王小丽打电话, 我正准备问向如梦今天晚上抽了什么风的时候, 向如梦倒是先一步开口说道, 姐夫, 刺激不, 听到这话, 我瞬间有些生气, 可是对上向如梦那双水盈盈的眼睛, 我没有忍心发火, 就在我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 向如梦突然开口, 姐夫,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听到这话, 我瞬间犹如雷劈, 这一个月来, 我和向如梦逆逆歪歪的, 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怀孕的话, 几率很大, 但是我原本想着, 向如梦也知道, 我是有家事的人, 也应该有分寸, 没想到现在, 我整个人有些无力地摊坐在沙发上, 向如梦可能是害怕我不相信, 从包里面掏出了币超单, 人正物正齐全, 我也没有啥子好抵赖的, 现在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让向如梦把孩子打了, 孩子打了吧, 如梦, 向如梦听到我这话, 泪水瞬间涌了出来, 像磕磕晶莹剔透的珍珠一样, 从白嫩的脸蛋上滑落, 那双水盈盈的眼睛, 更是充满了不可置信, 姐夫, 这可是你的亲生血脉,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我看了一眼像如梦, 她哭得梨花带雨, 整个人看上去楚楚可怜, 我心里面也有几分心疼, 尤其是这事的确是我造的孽, 我心里面更是愧疚难耐, 我现在又逼着人家去打胎, 我心里面也不太好受, 最后还是我看时间不早了, 让她先回去休息, 毕竟明天还要上班, 第二天, 默契的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提今天的事情, 上班的时候我心神不宁, 一直在想怎么跟我老婆交代, 突然, 我发现像如梦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来着, 我点开, 脸顿是白了, 链接里面是当季新款爱马仕包包, 足足要四万, 这些年, 其实我已经开始尝试自己创业了, 已经小有成就, 以前害怕亏了, 就找了一份班上, 这次原本打算的是, 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完就辞职了, 这包对我来说也不是多少钱, 不过是向如梦发我的链接, 这让我忍不住想到前面的种种, 怀疑向如梦对我另有所图, 而不是所谓的仰慕之情,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向如梦发来消息, 姐夫, 我最近手头比较紧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 这个包我喜欢好久了, 姐夫可以借我一点钱吗, 像如梦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拒绝, 只好买了, 毕竟她现在肚子里面也怀了我的孩子, 就在我以为完了的时候, 接下来的一个月, 向如梦真正意义上的, 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厚颜无耻, 要不是什么名牌包包, 名牌衣服, 就是名牌首饰这些, 完完全全的把我当做了一个行走的提款机, 一个月的时间在我身上足足套走了七十万, 要不是我碍于肚子里面孩子的缘故, 我现在一定跟向如梦翻脸, 姐夫, 人家最近看上了一套化妆品, 可是, 人家手头不太宽裕, 不知道姐夫愿不愿意施舍我一点, 说实话, 我真的很想拒绝, 不过理智告诉我要慎重, 向如梦真的是彻彻底底的, 把我当做了提款机,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这一次我也把话直接调明白了, 明天周末, 我陪你去医院打太好不好, 向如梦显然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回复他, 迟迟没有回我的消息, 就在我以为向如梦不会回我的时候, 向如梦又发来消息, 姐夫, 那是另外的价钱了, 看到向如梦这条消息,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看来, 向如梦也不是这么难缠的, 多少钱, 一百万哦, 姐夫, 看到这三个字, 我顿时傻眼了, 向如梦这真的是彻彻底底的, 想要压榨我, 一百万我拿得出来, 不过给向如梦这种女人, 我承认我很难做到, 向如梦见我不会她消息, 又给我发来消息, 姐夫, 人家可是足足伺候了你一个月, 而且, 我肚子里面这可是一个生命, 难道她不值这个价吗, 还是说姐夫不会舍不得了吗, 我没有想到, 向如梦如此的厚颜无耻, 看来以前的所谓的仰慕, 全部都是假的, 看上的, 不过是我的钱, 费尽心思爬上我的床, 不就是想要敲诈我一笔, 不过一想到我老婆, 我最后还是咬着牙点头同意, 好, 一百万, 我把钱打进了对方银行卡, 等我正准备给对方发消息, 商量明天多久去医院的时候, 却发现我被对方直接拉黑了, 我顿时傻眼了, 而这时, 老婆居然也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语气柔和地接听老婆电话, 老婆开口, 就是一顿猛输出, 林大福, 我叫你照顾向如梦, 你和她搞在一起, 你还是不是人, 我猜生下你孩子猜多久, 我在屋里面辛辛苦苦地带着孩子, 你倒好在外面,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明白我老婆为什么会知道, 像如梦这女人再怎么说, 也不可能把这种丑事闹到我老婆面前, 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想要的钱, 我也给她了, 就算因为这事, 我老婆和我离婚, 我也不可能取向如梦, 我老婆王小丽也看出来了, 我听得心不在焉, 又是一顿猛输入, 明天你给我回来, 我们离婚, 听到我老婆的话, 我瞬间整个人都妈了, 我又想过会离婚, 但是真正经历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窒息, 我没有理会老婆, 一个人坐在了沙发上抽着烟, 我也不知道电话多久挂的, 第二天我回家去了, 屋里面的气氛不太好, 老婆从始至终都没有拿正眼看我, 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们离婚, 老婆很认真的对我说道, 我现在也不想解释了, 顺着老婆的意思, 离婚, 虽然说我心里面百般拒绝, 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去挽留我老婆, 最后, 因为我婚内出轨, 再加上我自己心里面愧对老婆, 所以说房子车子钱这些, 我全部都留给了老婆, 我选择了净身出户, 并且抚养孩子, 和老婆离婚后, 我整个人都很是郁闷, 直到一个月后, 孩子因为我不会带孩子的缘故, 再加上感冒, 直接烧进了医院, 贫血输血的时候, 我心中有些懊悔, 这一个月来, 对孩子的忽视, 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 我的血型和孩子对不上, 我是B型血孩子, 他妈是A型血, 再怎么说, 也不可能生出一个O型血, 我心中顿时起了怀疑之心, 直接带着孩子, 做了亲子鉴定, 这才发现孩子, 跟我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让我整个人都不可置信, 我和王小丽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认识了才两个月就结婚了, 然后王小丽就怀孕了, 这么一算下来, 我才发现, 怀孩子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和王小丽有过身体接触, 所以说, 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种, 瞬间, 我的怒气直达到了顶峰, 等我冷静下来, 我细细地对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抽丝剥茧, 我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王小丽离婚和结婚一样, 完全是像有预谋一样, 而像如梦, 反而是这件事情当中的助攻, 我突然明白了一些, 为什么王小丽迫不及待地和我离婚, 原来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种, 我心中是难以压抑地怒气, 让我的好兄弟帮我调查像如梦和王小丽, 这不调查还好, 一调查才发现, 我所谓的老婆以及她闺蜜, 根本就是仙人跳, 所谓的结婚, 根本就是一场预谋, 像如梦肚子里面的孩子, 也不过是, 让我能够净身出户的筹码罢了, 如今像如梦已经和人结婚了, 像我老婆当初嫁给我一样, 嫁给了一个有点积蓄的小伙子, 想来要步了多久, 等像如梦生下孩子, 到时候王小丽就会和像如梦当初勾引我一样, 去勾引像如梦那个傻子老公, 最后逼迫净身出户, 我理完这一切之后, 整个人瞬间都明白了, 这一切不过是早有预谋, 我当机立断地就报了警, 警察效率也很高, 迅速地就把两人抓捕归岸, 这件事情之后, 我也开始老老实实地工作,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我整个人的身体欲望彻底消失, 安安心心地赚钱, 顺便抚养这个便宜儿子, 一个丫头骗子, 还花这么多钱带他去医院, 小孩子发烧不是很正常吗? 这是我的婆婆, 在我女儿念念连续三天高烧不退后, 对我说的话, 昨天我半夜带念念去医院看急诊, 折腾了一晚上回到家, 婆婆坐在沙发上, 对我说了这句话, 不想在女儿面前吵架, 听到她这句话, 我也没说什么, 我把念念抱回卧室,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听见婆婆在客厅问, 你还在磨蹭什么? 还不赶快做早饭? 也不看看几点了? 我忍着气柔声说, 妈, 我跟念念都累了, 也没有胃口, 您自己做点吃的吧? 我听见婆婆在客厅摔遥控器, 不过我懒得理她, 念念因为难受, 一直哼哼唧唧的, 我要照顾女儿, 实在没精力跟婆婆吵, 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 出了卧室, 婆婆已经出门了, 饭桌上盘子碗的摆了一桌子, 浅蓝色的桌布上, 全是她吃饭时滴的油渍, 早已脏得不成样子。 我走到厨房, 依然是一片狼藉, 炒菜的锅里全是油渍, 菜叶子扔了一地, 调料锅产扔得满天飞, 灶台上也弄得脏兮兮的, 除了脏万之外, 什么都没有, 婆婆没有做我的饭, 也没有关心念念的身体,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就跟老公勤勉说过, 有了孩子就雇一个保姆, 她说她的母亲可以照顾我, 可她来了, 什么都不做不说, 还要我伺候她, 勤勉总是会说, 呵呵, 妈年纪大了, 孩子你多上点心, 呵呵, 妈不识字, 那些电器她都弄不明白, 你在家没事就做做饭拖拖地, 反正你就在家带个孩子, 也不累, 呵呵, 我公司这几天忙, 要加班, 我就先不回来了, 因为女儿高烧不退, 又不能吃太多退烧药, 我二十四小时带着她, 坐物理降温, 已经连续好几天, 没有睡过整觉了, 好在, 烧退了, 而勤勉, 说公司里忙, 一直都没有回家来看看, 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回到卧室, 女儿睡得很香, 我又测了测体温, 没有发烧, 刚准备躺下睡觉, 突然, 我听到一声很小的, 滴滴的声音, 然后紧接着, 就一直滴滴个不停, 我顺着声音找去, 在柜子最下层的抽屉里, 找到了之前勤勉换掉的平板电脑, 我拿出电脑, 发现是勤勉的微信自动登上了, 滴滴的声音正是她的微信, 我看了下时间, 已经深夜十一点了, 应该是勤勉的工作群, 我内心柔软了一下, 对勤勉的不满, 也烟消云散了, 这么晚, 真是辛苦她了, 我打开电脑, 准备退出微信, 却意外发现, 这并不是工作群, 这是勤勉的家族群, 里面有我的婆婆, 我的小姑子, 还有勤勉的表妹, 唯独没有我, 难道这是她们背着我建的群, 难道是因为, 这几天没有给婆婆做饭, 引她们不满了, 我点开微信群, 我以为顶多是婆婆的抱怨, 却没想到, 我看到我的老公在群里兴奋地说, 妈, 安然怀孕了, 三个月了, 今天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个儿子, 群里面瞬间一片祝福声, 我那首不能提肩, 不能抗的婆婆, 以最快的速度发了句, 阿弥陀佛, 我老秦家有后了, 我那平常嫂嫂亲嫂嫂好的小姑子, 在群里亲热地喊着安然嫂子, 嫂子, 你可得好好养胎啊, 不要太劳累, 没钱找我割药, 反正她的都是你的, 对, 没错, 那个女人生不出儿子, 一个小丫头骗子还当个宝, 等计划结束, 她的钱都是我宝贝孙子的, 群里聊得热火朝天, 他们在商量着, 该如何侵占我的财产, 并把我逐出秦家, 碰, 电脑骤然滑落在地, 滚了一圈后, 静静地躺在床脚, 屏幕亮起幽光, 照在我惨白而无血色的脸上, 安然, 秦勉的表妹, 在半年前, 我无意间撞到秦勉和她去了出租屋, 在我的质问下, 秦勉说这是她的远房表妹, 因为父母车祸意外去世, 自己找了个工作, 却遭到上司的骚扰, 一气之下辞了职, 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无奈之下找到了秦勉, 我起初是不信的, 安然说, 婆婆也认识她, 如果我不信, 她可以跟我回家, 我当初怀着孕, 为了不太过于生气影响她, 也为了不冤枉秦勉, 半信半一下, 把安然带回了家, 在车上我一直盯着他们俩, 没有什么心虚的表情, 也没有拿手机串通的可能, 我不由地怀疑, 我是不是误会他们了, 等回到家里, 婆婆也证实了秦勉的清白, 问清缘由, 婆婆不由分说地派打着秦勉, 边打边说, 你个臭小子, 安然来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自己偷偷帮助她, 害得你媳妇怀着孕, 还胡思乱想的, 万一动了胎气, 我那大孙子出LA室, 我可不会饶了你, 后来婆婆说, 安然的母亲是她的表姐姐, 秦勉和安然, 也是小时候一块长大的, 等她们长大, 有了各自的工作, 秦勉娶了我, 因为我怀孕, 婆婆为了照顾我从农村搬到了市里, 两个人就不怎么联系了, 没想到表姐姐居然意外去世了, 我依然记得, 婆婆那时候哭得可伤心了, 我也因为怀疑秦勉, 有些内疚, 为了补救, 我怀着八个月的身孕, 陪着婆婆和安然逛街, 要什么买什么, 无论多贵我都不吝啬, 可现如今我才发现, 原来我就是一个小丑, 什么海市山盟, 非你不娶, 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谎言, 安然根本就不是秦勉的什么表妹, 而是她的小三, 秦勉也根本没有去公司加班, 而是在我租的房子里, 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的婆婆, 早就知道这一切, 在我的女儿发烧她借口, 没经历照看的时候, 却在深夜的十一点, 和她的儿子密谋着我的财产, 以及怎样, 让我和我的女儿, 扫地出门, 昏暗的房间里, 只有电脑的亮光, 照在我满是泪痕的脸上, 手机里传来不断的消息提示声, 一条条的消息, 电脑里的人聊得热火朝天, 我的心也越来越麻木, 那是秦勉的家族群, 也只是秦勉的家族群, 从来没有我的影子存在过, 不过现在, 倒是字里行间全都是我, 我轻笑了一声, 我的嗓子早已经沙哑的说不出话了, 那声笑从喉咙里硬生生的钻出来, 为了嘲笑我自己的天真, 为了讽刺那群人, 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我的财产, 我看了看熟睡的女儿, 她才八个月, 还什么都不懂, 正是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 而她的爸爸, 她的奶奶, 她的姑姑, 她的那些所谓的亲人, 却在想办法抛弃她, 我内心一片凄凉, 泪流满面, 我努力地平稳自己的情绪, 不想吵到身边的女儿, 擦掉眼泪, 继续翻看着她们的记录, 祝福过后, 安然一句话, 让群里一时没有回应, 谢谢你们, 我会照顾好自己还有孩子的, 只是我这肚子愈发明显, 就快要瞒不住了, 孩子生下来不能没有爸爸, 我也不可能一直做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如果阿勉还不能做决定, 那我就打掉孩子, 最后的一条消息, 简直是戳到了勤勉母亲的软肋, 勤勉父亲死得早, 勤勉母亲把勤勉拉扯大, 就盼着有个孙子, 能留个后, 而我却生了念念一个女儿, 并且表示, 只要一个女儿, 不可能要二胎, 她早就忍不了了, 现在安然怀了孕, 还是个儿子, 她怎么都不可能让安然把孩子打掉的, 那怎么行, 小然你别着急, 我来想办法, 等合同奏效, 计划立即执行, 合同, 什么合同, 后面他们就没有再继续聊, 而我一直在想着合同的事, 我网上翻着他们的聊天记录, 发现他们从一开始, 就是计划好的, 我和秦勉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他的优秀, 还有他的相貌, 在众多追求者里, 我选择了他, 后来大学毕业, 我们两个结婚, 婚后的第二年, 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一直以为我是幸福的, 虽然和婆婆有些不愉快, 但秦勉对我还是挺好的, 可到今天我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 都是他们的阴谋, 秦勉先盯上家庭条件不错, 且是独生女的我, 然后开始展开追求, 再然后开始一点点转移我的资产, 最后再准备一脚把我踢开, 可他们的计划出了一些变故, 我的母亲无论如何也不松口, 全款给我买了婚房, 勤勉他们可以住, 但不可以加名字, 这属于我的婚前财产, 就连车子, 都是我的父亲全款买的, 同样写的我的名字, 后来他说想成立公司, 说什么都是我的, 他不想被说吃软饭, 我同意了, 偷偷地拿了私房钱, 资助他开了公司, 因为信任, 我并没有参与公司的事情, 全权都是秦勉在办, 这个公司秦勉是最大的股东, 但因为经营不善, 公司一直都在亏损, 现在的秦勉等于是身无分文还有负债, 可如果只是简单的离婚, 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从大学期间, 我就没有再朝家里要过钱, 而我的私产, 全部拿去了给秦勉开了公司, 等于就算离婚, 秦勉从我这里一分钱都拿不到, 所以他们才想到了另一个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关键合同, 我却不知道, 聊天记录拉到头, 我也没有找到关键信息, 我只好先把秦勉出轨的信息排下来, 随后我把电脑放回原处, 躺在了女儿旁边, 安然和秦勉青梅竹马, 是秦勉的母亲心里最好的儿媳妇, 而我只是他们一个生前的工具, 想到他们居然明目张胆地把小三带回家, 对小三的一个刚成型的胚胎虚寒问暖, 却对我的念念冷眼相待, 我心里慢慢地开始冰冷, 沉默久了, 真当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白甜呢, 第二天一早, 念念的烧已经退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父母, 自从念念不舒服, 他们两个老人也跟着揪心, 至于那些所谓的亲人, 呵呵, 早上我的小念念睁开眼睛, 因为生病的原因,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眨巴着大眼睛, 水汪汪地看着我, 睁开眼就要抱抱, 真是黏人, 我那婆婆或许因为昨天的兴奋,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没有起床, 呼噜声震耳欲聋, 我抱着孩子, 也没办法腾出手做饭, 好在我的父母说待会过来, 顺便给我带了饭, 带我父母来了后, 小念念看到外公外婆, 伸着小手手要抱抱, 哪里有孩子不跟谁的道理, 孩子虽然小, 但他心里都明白, 谁好谁坏, 我没有告诉他们勤勉出轨的事, 不想让他们替我担心, 离婚是肯定的, 人脏了, 我看着都恶心, 只是他们的计划, 我还不知道, 我怕我贸然提出离婚, 他们会拿孩子来拿捏我, 毕竟他们当初就是为了钱才选择我, 如果没有得到好处, 怕是他们很难撒嘴, 我那所谓的婆婆一觉睡到中午, 丝毫没有孙女生病, 担心的样子, 我懒得管她, 反正都要离婚了, 就让她多享受几天吧, 中午的时候, 我抱着孩子, 我爸妈去做饭, 看着父母忙碌的样子, 让我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爸爸很爱妈妈, 一般不舍得妈妈下厨, 但自从有了我, 妈妈开始学着做饭, 因为我从小嘴就雕, 不好吃的不吃, 不喜欢的不吃, 爸爸妈妈就每天给我变着花样做饭, 可自从结了婚, 秦勉因为不满我父母的做法, 感觉我父母把他当外人, 一直不喜欢父母上门, 也不喜欢我回娘家, 父母感觉到秦勉的态度, 为了我的幸福着想, 他们很少登门, 而我也很少回娘家, 老两口在厨房忙活着, 只为给闺女做一口好吃的, 看到老两口慢慢长出的白发, 愧疚和委屈的情绪涌了上来, 眼泪巴达巴达的就掉了下来, 女儿念念看到我哭了, 小小的她什么都不懂, 却搂着我的脖子轻声乌叶, 好似在说妈妈不哭, 念念抱抱, 怎么了怎么了? 我妈听到念念的乌叶声, 以为孩子又不舒服了, 着急忙慌地从厨房走了出来, 看到我们娘俩搂着脖子哭, 一时没反应过来, 妈,没事, 我就是好久没吃您和爸做的饭了, 有些怀念, 哎呦, 我还以为怎么了, 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 想吃就回家啊, 我和你爸, 我妈说着, 说着就不说了, 估计也是想到勤勉的态度, 我内心发酸, 我真不是个东西, 明明相隔没多远的路, 我却很少回家看看, 来了, 菜齐了, 吃饭, 我爸端着一盘我爱吃的清蒸鲈鱼, 打破了我和妈妈沉闷的气氛, 好香好香, 爸爸的厨艺还是那么好, 念念看我不哭了, 也露出笑脸, 小手往桌子上叹, 嘴里咽呀咽呀的, 呦, 小念念也想吃外公做的饭了啦, 你还小呢, 等长大了, 外公天天做给你吃好不好, 一家人其乐融融, 气氛相当愉快, 我把念念放在宝宝仪里面, 准备吃饭, 我妈小声问我不喊你婆婆呀, 我摇了摇头, 隔壁卧室的呼噜声早已经停了, 但她一直没有出门, 我心中冷笑, 不看孩子不做饭, 还想吃现成的, 脸怎么那么大呢, 等我摆好网筷, 她才打着哈欠, 出了门, 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哎呀, 亲家来了, 这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呢, 这都做好饭啦, 哎呀, 亲家的手艺真好, 看得我都馋了, 说完去厕所, 简单地洗了个脸, 就坐上桌准备吃饭, 看都没看念念一眼, 丝毫没有孙女生病, 做奶奶该关心的自觉, 昨天不是挺会关心那胚胎的吗, 我忍着不把盘子摔在她脸上的冲动, 婆婆, 我爸妈做的饭有点少, 他们还没吃饭呢, 你自己做点吃吧, 我婆婆瞬间冷了脸, 我一个人能吃多少, 亲家也真是的, 知道家里还有人, 就做这么一点, 我父母没有说话, 但脸色已经很不好了, 而我也没有搭理他, 只把筷子给了我的父母, 让他们吃, 我婆婆见我没有给他筷子, 一把抢过我手上的筷子, 小鹤你抱着孩子, 我先吃, 一会让你爸妈再给你做点, 说完不等我们反应过来, 拿着筷子就开吃, 婆婆从来没有刷牙的习惯, 昨晚吃的大蒜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现在她一张嘴就能令人作呕, 我情绪到达顶峰, 再也忍不住, 把她夹过的菜直接甩在她的身上, 她尖叫着起了身, 念念被她突然的尖叫, 吓得哭了起来, 我爸赶紧抱起孩子, 一言不发地走到一边, 哄孩子去了, 赵赫赫, 你疯了吗? 我是疯了, 睡到现在看都不看孩子, 坐下就吃, 你饿死鬼头胎的, 她被我吼得愣了两秒, 婚后我从来没有反驳过她, 也没有对她冷过脸, 使她觉得我一直都是好脾气, 她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被我突然反驳, 有些猛, 但她也不是盖的, 冷了两秒反应过来就不得了了, 拍着大腿, 亲家, 你看看你的好女儿, 敢对婆婆大呼小叫的, 还有没有点教养了, 这在我们那里, 可是要挨打的, 我母亲早就看不惯我婆婆的作风了, 奈何我喜欢勤勉, 为了让我好过一点, 一直忍气吞声, 见今天我受了委屈, 含养很好的她也忍不住了, 我女儿怎么了, 我女儿好得很, 倒是你, 自个孙女生病不管不问, 一觉睡到中午, 坐下就吃鲜成的, 还有脸说我闺女没教养, 也不看看你自己, 哪来的那么大的脸, 我婆婆见李亏说不过, 坐下拍着大腿干嚎, 什么没天理了, 一家人欺负她了, 看她儿子不在家, 欺负她个老寡妇了, 那哭得叫一个好听, 我冷着脸看着她, 我妈也没有管她, 我爸哄着孩子, 她嚎了一阵, 见没人搭理她, 跑回屋给自己儿子打电话去了, 边大还边大声说, 儿啊, 妈活不了啊, 你媳妇那一家欺负我啊, 你快回来, 把她给我赶出去, 这种不孝的女人, 我们老秦家要不起, 我没去理会她, 重新拿了筷子开始吃饭, 我父母辛辛苦苦做的饭, 我可不舍得浪费, 我妈看我没心没肺地吃着饭, 气也笑了大半, 想说些什么, 我示意她啥也别说, 吃饭, 她也就没说什么, 跟着我一起吃, 只有我爸, 还冷着一张脸, 饭吃得差不多, 勤勉也回来了, 闺女生病没空回来看, 娘受委屈了, 倒跑得挺快, 一进门什么也没问, 直接就质问我, 赵赫赫, 我妈一个人来这么远, 人生地不熟的, 就为了照顾你和孩子, 你就不能对她好点,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了, 我看着面前的男人, 一身Keyton最新款西装, 手腕上戴着, Sea Tire Cardia, Ballum Blue Lan气球系列十英机械腕表, 领带是LV的, 皮鞋是Dunghill的, 浑身上下把自己包装的金光闪闪, 满脸都是我有钱的样子, 明明公司负债, 明明天天在我面前哭穷, 却转身给自己买名牌, 给小三买奢侈品, 六年的时间, 口口声声说着, 爱我的男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被金钱迷失了自我, 我试图从她的脸上, 找出一丝对我的情意, 对女儿的关心, 可我只在她的脸上, 看到了质问和冷漠, 秦勉, 你回来不先问问你的女儿吗? 我以为我能忍得住, 但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这是我爱了六年的男人啊, 到现在, 我都觉得昨天的是像做梦一样, 女儿生病, 那不是你在照顾吗? 你一个当妈的孩子照顾不好, 反过来还对我妈大呼小叫, 她一个老人, 你不知道让着她吗? 瞧瞧, 这批放得多么的理直气壮, 这就是我喜欢了六年的男人, 真是瞎了眼了, 才看上这么个人渣, 我突然不难受了, 想到昨天晚上看到的聊天记录, 想到这个男人, 在我脸皮子底下养小三, 想着他和他妈密谋着, 让我净身出户, 想着他对女儿不管不问, 却来质问我, 想着想着, 我就忍不了了, 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葩给我遇到了, 不是想要我的财产吗? 我偏不如你的意, 不是喜欢谋划吗? 那我就让你们尝尝计划落空的滋味, 秦勉, 你怎么好意思问我的? 你咋不问问你妈做了什么? 一进门嘴就巴巴巴的吃了枪钥匙吧, 猪油蒙了你那狗眼了, 看不清谁错谁对, 我婆婆一看她儿子回来了, 从屋里走出来, 指着我的脸就骂, 儿子你看这个女人, 不孝顺就算了还满嘴的脏话,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还说什么大城市的女人呢, 我呸, 连农村里没读过书的人都比她强, 你给我把她修了, 哎呦, 还给我修了, 大清都亡了, 你装什么慈禧呢? 秦勉脸黑得不行, 赵赫赫,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 对, 只有你好, 你是人间独青行, 你似乎透彻知道, 这世界上所有的真理与假象, 你一片概全的视野, 高傲地俯视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仿佛在你的眼里, 他们都低劣你才是世界之巅, 谁能活过你啊, 赵赫赫, 你怎么说话呢? 你现在立刻道歉, 勤勉见我反驳他, 还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气得一张脸都扭曲了, 我凭什么道歉? 我又没有做错, 你妈睡到现在有理了是吗? 你闺女发了几天, 烧你知道吗? 你进家就质问我, 真是请邻居吃花椒, 什么意思? 你管我什么意思? 我翻了个大白眼, 我婆婆最见不得人踩她头上, 见我这么猖狂, 指着我的鼻子又骂了起来, 你个贱妇, 你还有没有点教养了, 对婆婆不孝顺, 对老公大呼小叫的, 我们家娶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那你让你儿子离婚啊, 你问他有没有这个胆, 吃我的喝我的, 连房子都是我的, 还好意思说什么羞了我, 来啊, 离婚啊, 看你儿子有没有那个本事, 勤勉最烦别人说他吃软饭, 见我这么说他, 脸气得铁青, 照呵呵, 谁教你这么对长辈说话的, 你还有没有点做儿媳妇的自觉了, 你好, 你最好了, 你家真是祖上积德, 坟头是烧了几天几夜, 才出了你这么个东西, 我现在说话, 丝毫不顾及秦勉的面子, 我就是要逼他, 逼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不知道合同是什么, 我心里总没底, 果然秦勉被我击得忍无可忍, 啪的一声, 给了我一巴掌, 我的父母也应声而出, 秦勉, 你干什么呢你, 你敢打呵呵, 你是不是过了几天好日子, 就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爸气得踹了秦勉一脚, 秦勉明显不知道, 我的父母在家里, 亦是有些后悔, 爸, 我不是谁是你爸, 我没有你这种打女人的败类儿子, 我妈心疼地摸着我的脸, 我舌尖顶了顶背打脸, 很好, 给了几天好脸子,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推开我妈, 给秦勉鞠了宫, 然后在她震惊的眼神中, 我一脚踹飞了她, 我婆婆鬼哭狼嚎的, 也没拦得住我, 直到我打累了, 才把鼻青脸肿的秦勉和杂杂呼呼的她妈妈丢出了家门, 得见, 我爸妈救我这么一个女儿, 从小自然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 但也没把我养成温室里的花朵, 从小就让我练习跆拳道, 秦勉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在她面前展示身手, 好久没打, 都生疏了呢, 我爸妈还是没有从刚才的变故中缓过神来, 我看着他们疑惑的脸, 吻了吻呼吸, 爸, 妈, 我要离婚, 很意外的, 我的父母没有反对, 只问我考虑好了没有, 婚姻不是儿戏, 不是一时赌气,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想得很清楚, 离婚绝不后悔, 我爸妈也没有劝我, 他们支持我的一切决定, 无论我做什么, 他们都在我的身后支持我, 我看着父母的脸, 看着女儿对我笑, 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 虽然遇到了一个渣男, 但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指, 父母在卧室哄着孩子睡午觉, 我拿着电脑去了书房, 打开微信, 果然群里已经炸了, 亲面在群里咬牙切齿地发着语音, 我戴上耳机听, 无非就是一些骂我的话, 直到他说了一句我忍不来了, 那娘们居然把我的手打断了, 我非弄死他不可, 群里安然说阿免, 他都这样了, 还会信你吗? 只要我稍微哄哄他, 他就会屁颠屁颠地过来, 跟我和好, 阿免, 你想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为了我们的儿子, 他喝不了酒, 到时候我把他灌醉, 制造点意外, 起个火烧了他, 茶都查不出来, 我给他买了几份大额意外保险, 只要他一死, 钱都是我的, 要怪就只能怪他的父母, 乖乖地把车房给我, 他们的女儿也不至于死, 那你的女儿呢? 我可不想一进门就当后妈, 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女儿, 我只有你肚子里的儿子, 我听着他们的语音, 只觉得后背发凉, 畜生, 这个畜生,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 这个和我在一起六年的男人, 这个我女儿的爸爸, 居然在密谋, 制造意外, 杀了我和我的女儿, 秦少, 他怎么敢的? 我用力地攥着拳头, 压抑着心中的怒气, 我不能出事, 我还有父母, 我还有女儿, 我把他们的语音录了音, 聊天记录结了图, 并且备份, 做好了一切, 我出了门, 女儿是我的盔甲, 也是我的软肋, 任何人都不可以伤害她, 谁也不行。 我找到律师, 打了一份离婚协议, 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和她之间只有一个女儿, 和一个公司, 公司负债, 我不会要, 女儿是我的, 我不会给, 我没有把秦缅出轨的事说出来, 我不准备让他们知道, 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我咨询了律师保险的事,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秦缅给我买了意外险, 我是可以撤保的, 因为他们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保险合同还没有生效, 在合同没有生效的时候, 我随时可以撤保, 我做好了这一切, 回到家里, 秦缅和她的母亲都没有回来, 我想, 他们是去了医院, 毕竟我也没有手下留情, 等到晚上他们才回来, 我早早地把父母劝了回去, 女儿也交给了他们, 秦缅的母亲, 一进门就冲我翻着白眼, 嘴巴嘟嘟囊囊, 不知道说些什么, 但没敢像白天那样, 破口大骂, 想必也是被我白天的举动吓着了, 秦缅也是黑着脸看着我, 似乎等着我道歉, 对, 我就是这么见, 在一起六年, 只要吵架, 无论是谁错谁对, 道歉的一定是我, 想想, 我都想抽自己两巴掌, 怎么就这么不长眼? 我把离婚协议扔给她, 表示要离婚, 亲免肯定是不同意, 毕竟离婚了, 什么都没有她的, 而且她的计划也没有实施, 她只好忍气吞声地给我道歉, 甚至下跪, 说她不该打我, 我婆婆也是破天荒地, 第一次说她错了, 都是她的错, 我打她骂她都行, 只要别离婚, 孩子还小呢, 现在知道惦记孩子了, 早干嘛去了, 我冷漠地看着她做戏,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些怀疑自己, 当初怎么就看上了她, 是不是她给我下鼓了, 不然怎么就迷婚了头, 我拿了钥匙出了门, 回了娘家, 事情已经说了, 我也不怕她会做些什么, 因为合同已经取消了, 第二天一早, 我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没几天开庭, 勤勉咬死不同意, 法院没有判决离婚, 只是让冷静一下, 法庭上勤勉阴沉着脸, 想必收到了撤保的信息, 他看我的眼神有些阴毒, 保险取消了, 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离婚, 密谋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 法庭外, 勤勉有些试探性地问我, 保险是你撤销的, 嗯, 清理财产的时候, 律师说我名下有好几份大额保险, 然后我就撤销了, 我紧盯着勤勉的脸, 这几份保险我不知道, 勤勉, 你不会是想杀了我骗保吧? 勤勉的眼睛明显地收缩了一下, 怎么可能我就是担心你而已, 我的眼买了? 呵呵, 我信你个鬼哦, 勤勉, 你爱我吗? 其实我是想问, 六年里, 你有没有爱过我, 演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一刻对我动过心, 想了想, 还是算了吧, 有什么意义呢? 勤勉似乎抓到了什么, 以为我心软了, 连忙道歉, 呵呵, 我是爱你的,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你动手的,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念念还那么小, 他不能没有爸爸的, 啊, 不离婚, 不离婚, 等着你杀我吗? 我没有理会勤勉的道歉, 开着车走了, 后视镜里, 我似乎看到了勤勉眼睛里的恶意, 赤裸裸的, 触目惊心, 我早就知道没那么容易离婚, 一个月的冷静期, 足够我做些什么了, 我找到堂哥, 告诉他勤勉出轨, 让他帮我找个人, 我有用, 堂哥听后, 气得骂了勤勉一顿, 然后表示, 妹妹你放心, 有哥在, 你受不了委屈, 你想做什么哥都帮你, 家人的感觉, 真好, 堂哥很快地帮我找到一个肩宽傍元, 看起来像个没啥新眼的爆发户, 我告诉他, 让他装作自己家里拆迁, 得了一大笔钱, 想做点生意, 但大字不识, 无处下手, 然后让他去找勤勉投资, 勤勉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个废物, 总觉得自己公司不景气, 是因为没有钱经营, 对此他一直对我很有怨气, 埋怨我爸不给他钱投资, 说什么我爸救我一个女儿, 死了钱不都是我的, 当初因为我爱他, 虽然他说得过分, 但我还是原谅了他, 现在嘛, 我把投资人送给了他, 就看他能不能接得住了, 我告诉大哥, 让他不用吝啬, 尽管地满足勤勉的一切胃口, 事成之后, 我给他五十万的报酬, 大哥表示不用, 他就好这口, 只要能作弄人, 他都乐意干, 你是老张的妹子, 那就是我老李的妹子, 你放心, 这个公道哥一定帮你找回来, 一番话说的, 我心里感动不已, 我本来给大哥准备了一辆大奔, 但大哥反手拿出了路虎的钥匙, 还笑呵呵地对我说, 大妹子, 各有车, 好吧, 你有钱, 您说了算, 大哥名叫李孝恩, 他说他妈就希望他孝顺, 记得住谁对他好, 因为我堂哥帮助过他, 所以他对我堂哥交给他的是很上心, 之后的进展很顺利, 李孝恩路上追尾秦勉, 然后对秦勉一见如故, 两个人海迭海迭, 没几天就称兄道弟了, 李孝恩每天带着秦勉胡吃海喝的, 什么贵吃什么, 我知道秦勉没钱, 他花的钱都是我的, 我对李孝恩说, 只管付账, 我报销, 李孝恩说, 前几次都是他付钱, 赎了之后, 秦勉也付过账, 而且出手阔绰, 秦勉明明公司负债, 哪里来的钱潇洒, 我翻着安然的朋友圈, 都是各种大牌化妆品, 衣服, 包包, 偶尔晒一下大餐, 画面中会露出一个男人的半个身子, 他靠在男人的肩膀上, 笑颜如花, 我一眼就看得出那是秦勉, 因为他的手上, 是我前段时间刚送给他的卡地, 新款手表, 安然的文案, 写着秦勉这些天送给他的礼物, 带他吃的大餐, 字里行间似是对我炫耀, 看啊, 这是你的老公, 他现在在我身边, 还给我买奢侈品,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怜, 秦勉一直说自己没钱, 追求我的时候, 都是带我去吃街边几十块钱的麻辣烫, 电影院都没去过几次, 礼物更是没送过, 而现在却送给安然几万的包包, 带他去吃人均几千的大餐, 而且是在我提出离婚之后, 他没有丝毫的悔过, 也没有道歉, 更没有问过念念一次, 却带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三, 各种奢侈, 我都不知道这男的到底是痴情, 还是绝情了, 我这边也没闲着, 我把房子挂在了一个二手房平台上, 由于价格低, 隔三差五的, 我就带着买家去看房子, 开始秦勉还求和, 最后直接撕破脸, 骂我忘恩负义, 秦勉的母亲也开始了一哭二闹三打滚, 把上门的买家都赶了出去, 他赶一个, 我就带两个, 反正房子是我的, 他做不了主, 就算他赖着不走, 只要房子过了户, 他都没有居住权, 没几天, 李孝恩给我发了信息, 说秦勉让他投资自己的公司, 说自己的公司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有前景, 本来一切都谈好了, 秦勉的小三, 安然给李孝恩发了信息, 说秦勉的公司, 就是一个空壳子什么的, 让李孝恩千万不要投资, 简单来说, 就是安然看上了李孝恩人傻钱多, 知道投资了秦勉也不会赚钱, 就想转头, 抱住李孝恩的大腿, 还真是个喉惊外加不要脸的女人, 李孝恩问我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秦勉, 我让李孝恩把聊天记录保存好, 先不要说, 先假意答应给秦勉投资, 合同他来定, 签合同时, 我让李孝恩装傻, 说自己大字不识几个, 怕上当受骗, 合同里附加一条, 在投资款到账前, 一方可以随时取消投资, 且不支付违约金, 起初秦勉还有些犹豫, 李孝恩看到秦勉犹豫不决, 加了把火, 老秦啊, 哥也不糊弄你, 实在是哥心里没底, 只要你把这条家合同上, 哥向你保证, 过几天哥, 就把五百万打你卡上, 秦勉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人傻钱多的人,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掉, 只是很奇怪的是, 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我以为秦勉在投资款下来之前, 就会跟我提离婚, 他一个想从我这里捞钱的人, 怎么可能有了钱分给我一半, 毕竟没离婚之前, 他的公司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难道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阴谋不成, 我心里没底, 趁着秦勉妈妈出门的时候, 我偷偷地回了家, 找到电脑, 开始扒拉聊天记录, 群里聊天记录很干净, 除了他们得知我撤保之后, 一些骂我的话和对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点开秦勉和安然的对话框, 几乎都是安然在找各种借口, 抄秦勉要钱的信息, 不是给宝宝买东西, 就是订了哪家的月嫂, 不是想买什么新衣服, 就是又看上了什么新款包包, 总之就是各种理由要钱, 秦勉也不问, 要就给, 我看着转账记录, 都是几千几万的给, 甚至于安然现在居住的房子, 当初还是我带他租的, 早已被秦勉买了下来, 送给了他, 秦勉哪里来的钱, 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一时找不到线索, 只好把电脑拿回去研究, 正当我准备出门的时候, 我听到了要是开门的声音, 还有秦勉在打着电话, 为了防止正面遇到起冲突, 我只好连忙躲进厕所里, 然然, 我都说了, 他身上没有能利用的东西了, 过几天, 李哥的投资款就下来了, 我必须赶在这之前, 跟他离婚, 我把电脑关机, 手机静音, 躲在厕所里, 偷听着秦勉打电话, 然然, 你还在害怕什么? 我都说了, 离了婚, 马上就能娶你, 我知道你害怕, 我勤勉向你发誓,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 我们两个从小长大,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听着外面秦勉一边打电话, 一边拼礼啪朗的, 不知道翻着什么, 之后就是秦勉说着一些保证的话, 和一些甜言蜜语哄着安然, 我听了半天, 也没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只是心里纳闷得很, 安然做了这么久的小三, 终于我要和秦勉离婚了, 他应该高兴才是, 怎么还劝着秦勉不要离婚呢? 这时, 李孝恩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说安然约他晚上单独见面, 外面秦勉好像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大骂了一句, 摔门离开了, 等外面彻底没动静, 我才走出了厕所, 然后看到我的房间开着门, 里面一片狼藉, 想必是秦勉想在我房间里, 翻出一些值钱的东西, 结果我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他没找到, 拜累, 我按骂一声走出了家, 回到车上, 我给李孝恩回了信息, 告诉他答应安然的邀约, 我倒想看看他想做什么, 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脑, 一点点的翻看聊天记录, 寻找蛛丝马迹, 滴滴, 秦勉的微信收到一条消息, 我点开看了一下, 是秦勉给公司的财务发的信息, 过几天, 工资会到账一千万的投资款, 你注意查收一下, 好的秦总, 一千万, 李孝恩不是签的五百万的合同吗, 怎么变成了一千万, 那五百万哪里来的, 秦勉那边给安然发着信息, 我在这边看着, 然然, 这次给了五百万, 等过了明面,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 咱们就买, 怎么才五百万啊, 到手里都剩不了多少, 买几个包就没了, 然然你先别急, 等公司运转起来, 有了大的流水, 他们给的钱会越来越多的, 难道还有别的投资人, 可是不对啊, 如果有其他的投资人, 勤勉不可能会拉着李孝恩不撒手啊, 安然没有再回信息, 我想他应该是去见李孝恩了, 只好看李孝恩那边有没有消息了, 晚上八点, 李孝恩给我打过来电话, 妹子, 哎呀我的天, 可给我恶心死了, 你是不知道啊, 那个安什么的女人, 一见面就往我身上扑, 那穿的衣服跟没穿一样, 我一直往外推他呀, 那家伙怎么都推不动, 我问他你这样对得起老秦吗, 他叽叽咕咕的不知道说了什么, 就说洗什么玩意儿, 我没听清, 洗, 洗什么, 联想到之前的聊天记录, 我脑海猛然间明白过来, 怪不得, 喂, 妹子, 你听着了吗, 哎, 我在那哥, 我听到了, 谢谢你啊, 辛苦了, 没事没事, 这都不叫是, 还有啥我能做的吗, 没了, 你现在怎么样, 如果,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先回去吧, 男孩子在外面, 也要保护好自己呀, 安然的相貌不错, 身材更是火辣, 李孝恩又是血气方刚的, 别真的擦枪走火了, 没事, 我趁着他去厕所的功夫, 我跑出来了, 吓死我了, 挂掉电话, 我几乎控制不住我的怒气, 原来如此, 怪不得秦缅公司, 负债他还有钱买奢侈品, 怪不得安然拦着秦缅不离婚, 怪不得安然, 哪怕是生扑, 也要勾引李孝恩, 秦缅一直在用自己的公司非法洗钱, 而安然知道这一切, 所以他疯狂脸钱, 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大腿, 把秦缅一脚踢了, 拿孩子逼迫秦缅, 就是为了逼秦缅动手, 这样他就会有更多的钱,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和秦缅结婚, 只是为了得到秦缅的钱, 不知道秦缅知道自己一心一意对待的女人, 居然只是涂他的钱,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看来, 我和秦缅倒是同病相连呢, 都是被心爱的人, 当成工具人, 只不过幸运的是, 我看穿了秦缅的阴谋, 我看差不多了, 是时候收手了, 联系好之前的一个买家, 是一对夫妻, 为了孩子上学才买的房子, 我给的价格低于市场价, 房子的地段又好, 又许诺里面的家具都不要, 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 他们很快的就签了合同, 赚了钱, 我看小夫妻两个人也不容易, 也是为了孩子勒紧裤腰带才买的房子, 看到他们家的女儿特别懂事, 夫妻俩人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 我一时感慨, 把秦缅的车也给他们了, 反正秦缅的车也是我的, 也只是一辆开了几年的大众, 他一直嚷嚷着, 让我给他换车, 既然他这么不喜欢, 那就别要了, 我和我的女儿, 在我爸妈家里, 每天开开心心的, 不是吃就是喝, 完全不在意秦缅, 而我的女儿, 也跟爹死了一样, 找都不找, 眼睛里只有妈妈和外公外婆, 秦缅最终忍无可忍, 房子没了车也没了, 买的保险也被我撤销了, 好在他的公司找到了投资人, 抱着让我悔恨终生的想法, 和我去了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他知道孩子是我的软肋, 拿抚养权给我做交换, 公司是他的, 我不参与分红, 孩子归我, 他不出抚养费, 也不用女儿养老, 我欣然同意, 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了合同, 亲面签字的时候, 我差点没笑出声, 当天, 我示意李孝恩把和安然的聊天记录发给秦缅, 并且说朋友妻不可妻, 自己不能被朋友的妻子惦记, 先出去走走再说, 投资就先不投了, 哦, 忘了说了, 秦缅一直给李孝恩介绍, 安然是他的老婆, 由于合同里的附加条款, 李孝恩不用赔付违约金, 秦缅没有了李孝恩的投资, 公司又一堆负债, 又和我离了婚, 没钱没房没车, 就把怒气撒到了安然身上, 后来我听朋友说, 秦缅一气之下动了手, 安然的肚子撞到了桌子, 动了胎气, 孩子没保住, 因为流产太多, 安然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据说秦缅从来没让安然怀过孕, 这是第一次, 那么之前的怀孕是谁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后来秦缅和安然狗咬狗, 虽然秦缅一直利用公司参与非法洗钱, 但得到的钱一分没往家里拿, 全给了安然, 我虽然作为秦缅的前妻, 公司有我的一半, 但公司的事我从来不参与, 再加上已经离婚, 公司我也一点没要, 我一干而净, 我把电脑交给了司法人员, 连带着他们如何密谋杀人骗保的事, 足够他们在牢里做半生了, 后来我听说, 秦缅的母亲因为安然留了产, 日夜盼望的孙子没了, 儿子又坐了牢, 急火攻心, 中了风, 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 生活不能自理, 而秦缅的妹妹丝毫没有心疼的意思, 反而对她非打即骂, 一点都不想照料, 秦缅的妹妹来找过我几次, 我都没有见, 打电话找物业说她骚扰, 小区的保安把她拉入了黑名单, 不许她再进小区, 在之后的事情,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忙着办婚礼, 嗯, 新郎是李孝恩, 为什么这么快又再婚了呢, 也许是大哥人是真的傻, 钱也是真的多,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念念在学走路不小心摔哭了的时候, 那个撞得跟熊一样的男人, 哭得比念念还伤心, 让我给atson一 RPKD, 因为我们大学的银子, 我们还是不想要拍摄的男人, 我们还可以拍摄的男人,